亲爱的小妹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欣慰老师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一起在线儿童主日学 再过两周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春节了 所以这两周呢,我们要做有关于春节的手工 小朋友可以看到老师的背景墙上面贴了窗花跟符纸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做两个手工 一个是剪纸,它非常的简单 还有一个呢,是年画 那我们首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我们首先关于剪纸的呢,我们需要准备这样子 红色的A式的纸,记得是薄薄的这种呢 还有一把剪刀,一把工具刀,一罐教学 可以了,这是来做剪纸的 那么另外关于年画呢,我们需要准备红色的卡纸 黑色的卡纸和橙色的卡纸 因为时间关系呢,老师已经先把橙色的卡纸裁成正方形 把黑色的卡纸剪出原型贴在上面,这是画的底座 然后呢,再拿一张黄色的卡纸也好 或者是黄色的普通纸也好 然后需要双面胶,跟一支铅笔 还有一个这头水笔的饼心 因为等一下做年画,需要用到它哦 好,准备好材料,就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开始吧 我们把长方形的纸 基本我们剪纸的纸可不能太后,不让我拿纸哦 然后呢,打开 这是一张正方形的纸 下上对折 再对折 然后转过来 这个步骤可以慢慢往上折 打开 底下的这个呢 对半折 记住这个方向要对哦 上面这个折成三份的 先折进来 再折出去 诶,我们看到差不多三份的就可以了 我们折到这个哈 来,先把这个第一个角 我们先用剪刀 好,剪出一个橢圆形 我们打开 就可以看到哦 原来是正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上面修一修 这样我们剪出来的肤字就更好看了 就是第一步 然后把它打开之后呢 这个折横 往里面折 这半边的 我们需要剪出这个字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格两格三格 这个是用笔来画比较好一点 这样垂直剪下来 这边呢 也给它 我们就用剪刀 把它剪出这一块来 嗯 这可比我们写字容易的多了 对吧 因为呢 每小朋友虽然都学过作文 但是有的时候 包括老师自己写出漂亮的 作文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啊 我们就用这个剪子来剪出一个漂亮的 没大气的 看起来很有福气的福字 好了 我们打开它 诶 福旁边的已经写好了 然后这旁边 折进来 这边呢 折进来 这个折到后面去 然后这个折进来 再折到后面去 然后呢 剪出哪一块呢 我们要剪出这一块 剪一个糊涂的角出来 把这一块剪掉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这一块剪掉 发生什么事情 哇哦 几乎完成了 对不对 我们还是把 我们知道不是生命是有一个口 把这个剪进去 同样的 我们老师用笔画出来 大家会比较好看得到 把这一块剪掉 只剩最后一点点咯 这里折上去 再折上去 然后记住 鞋边整折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小窍门 你需要把这里的这点 对 这是福字里面的 这个花纹 把这个角剪掉就可以了 小朋友们 这就是福字的剪法 如果小朋友想在这里 剪个果然中 也可以不想剪 这样子就好了 把它稍微压平 就可以贴在窗户上 或者贴在门上面了 我们现在我们来做窗花 现在我们来剪这一朵窗花 同样的也是把这个A4的纸 折出 折出正关键 对折 然后呢 在这里面还再对折过去 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要把它分成三个 怎么分成三个呢 数学很重要了 一个平角去180度 那么三分呢 是都差不多60度 这样子 折得差不多 如果有那个圆归子的话呢 换圆子就可以换圆子来两角 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差不多 折成三个 折成三个一样大的就可以了 好 这样呢 我们再给它背折过去 就形成了一个 圆筒冰淇淋的纸了 对吗 那这时候需要拿笔来画它了 我们画出这样子的样子 记得这里不能剪断 连下这中间也不能剪断 然后我们用剪刀 把它剪出来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葱花 现在我们轻轻的把它打开 这就是展示的时刻 有没有 原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 手工艺这么的神奇 是不是超级的好看呢 好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有颜色的 或者是红色的 把它剪完之后贴在窗 窗户上或者是门上 都非常好看 好 这是我们今天剪纸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窗花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那这个呢 叫做新花怒断 也叫花开富贵 好 完成这两项剪纸呢 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棉花制作了 好 我们棉花呢 这个部分 我们简单讲解一下 就是拿一张橙色的 或者你喜欢颜色的 呃 卡纸作为底稿 把它裁成正分形 然后拿出黑色的 呃 卡纸 把它裁成一副 圆形 贴在这个上面 我们棉花的底座就做好了 然后拿出红色的卡纸 跟黄色的纸 把它们剪裁一下 我们需要裁出什么样的纸条呢 我们用工具刀裁出宽 宽三厘米的 呃 红色的 呃 卡纸两条 然后呢 宽 呃 五毫米的 黄色的 纸条 试条 现在呢 我们用胶水 把这个黄色的纸条 黏在红色的卡纸上面 像这个样子 我们把饼加热 我们把饼加上去 另外一块饼àng之饼 好 我们粘好之后呢 等它亮 要粘的 我就用这个 水饼的饼心 把它捲起来 来把它捲起来 卷到这个长度之后呢 我们把它 剪下来 这里用饼加双米胶 把它粘起来 我们这里呢 跟双米胶 把它搅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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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把它拿出來,這就成了一個小小的鞭炮了對不對? 那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做,斷食三個鞭炮 準備好了這些小鞭炮,把它放在旁邊 把剛剛剩下的那些卡子拿來,你需要把它折一根棍子,捲一根吸管出來 我們得到了一根短短的細管,然後我們再拿一塊出來,用剪刀 把它折成一個流書,塞成一個流書的樣子,我們用這樣子剪細細的 我們不能把它剪刀到前面那樣留一下下 剪成這個樣子呢,我們就把它捲起來 只要好之後呢,這裡也是用膠水,把它黏起來 然後裁一塊,裁一個黃色的,把它將,把它上面的頭粉 我們再用這個黃色的,把它吞起來 對,不要留太長,等一下這個多餘的部分就可以 哦,紅色的多餘的部分,把它剪掉 然後就把它吞起來 這樣我們是不是很像,那個,燈籃底下的那個流書呢 好嘞,這樣一個流書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還要裁出一條紅色的,現在紅色的卡子 裁出一條細細的袋子,然後邊上一個水剪掉 用膠水呢 把它黏到這個流書的碎子裡面去就好了 變成一個維墜子 然後,然後我們就要開始我們的年化津貼了 你看這是我們剛剛在掛的底座 這個呢,把這盆罐子放在這裡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用膠水把它黏住 然後我們再把這些面泡,涼涼對應的 把它們擺在這上面,多用膠水把它們黏住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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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封煙峒數 封煙峒數 我们基本完成了 然后我们拿一些小小的彩色的锤子 给它做一些点缀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再剪一个刚刚剪的那个幅子 把它贴到这上面来 我们的棉花就完成了 非常好看 贴这里贴这里 我觉得都挺好看 我们贴这边吧 好了 我们的棉花就完成了 好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时代的手工了 有我们的窗花剪子 还有我们的暴族棉花 那么新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首古诗叫做元日 它是这样子写的 暴族身中遗睡途 春风寿的暴露图书 千忙万户同同日 终把心桃换旧服 是的 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 当我们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呢 我们期待有善理的恩典和祝福 也希望我们是热热闹闹的 所以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动手 把我们家布置的 宝贝西西的闹闹 充满了新年的温馨 团圆 热闹的气氛吧 那么下个星期 老师要准备跟大家做什么手工呢 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呢 额同祝日学吧 那么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大家拜拜 拜拜 平安心意乐 天天吃满意 感谢观看